然后在登录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讲的就是刚刚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它出现那些教学画面 那教学过后呢我们在这边用简短的方式跟你讲一下怎么去做设定 依照教学的指示呢你在群组这边啊点击群组之后的第一步还记得吗 就是建立新群组然后点一下建立新群组 那目前呢我们先选第一个类别就好了 其他两个类别先不要管它 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业务嘛 譬如说好那这一个群组类别是OK 譬如说我设定成B&I会议好的群组 等于说我在B&I里面认识的人交换过的名片 我到时候扫描名片的时候都要把它归到这个群组来 然后基建的时候填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信箱就输入你自己的email 好那签名档很重要就请记得要签名档一定要放你自己的联络方式 比如说我想要插一张图片你就可以在这边点选影像 然后这边有个上传浏览 然后选一张照片 选好之后按上传制伺服器 那照片就进来了嘛 然后这张照片如果你如果你觉得太大的话你这边可以去调整宽度 比如说好200就好了不要太大 看你要不要啦 我边框的话是黑边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照片就会放在里面了 好这样我强力建议就是要放照片 然后好那个line 好email也放一下好了 有时候它可能会转寄给别人啦 所以你也把你的email放在底下 好然后按下一步 好这时候呢就是刚刚讲的哦橘色的部分就是会填入的地方 我建议你就是全部都选就好了不要管它 就是你扫描名片的时候 名片的栏位要塞进去 假设名片有这些栏位的话 它就会自动放进去这些栏位里面 然后要不要使用模板 我们这边不要使用 如果要的话就是这个 这我们晚一点再讲 就是这个是网路表单 好所以接力固很棒就是一个 一个是实体的交换名片 可以把名片拍完之后 放进去汇入到这个系统里面 那另外一种是在网路上 你也可以利用这网路表单放在你的网站上 让人家去填写表单 收集网路上的陌生访客的名单哦 然后也可以自动发信给对方 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要讲这个 之后再来讲 然后按下一步 好接下来这很重要哦 我要自己写信就是你不要用它的它的那个范本 那第二个神马金银范本 那底下它可以看一下这个范本总共有两封信 总共有两封信 这第一封亲爱的某某某你好很高兴 这就是你的签名档的部分 这签名档的部分 这边套用你自己的名字有没有 之前在什么地方 与你结识的谁谁谁 好这个什么地方在我们 拍名片拍照的时候 那个手机上面要做设定哦 好 然后这个范本就是两封信 那另外一种范本叫做九位联络的旧名片 好你再看一下 它有一封提供一封信件的范本 范本不一样哦 内容不一样哦 好你自己看一下 等于说如果你有旧的名片的时候啊 你可以建立一个群组 你就是选择九位联络的旧名片 那你扫描的时候呢 就把它塞到这个 九位联络的旧名片这个群组里面去 好那这个专页就是写一下 比如说 我的是 网路行销 技术教学 然后让新朋友介绍你的自我介绍 让新朋友认识你的自我介绍 我是 牛奶爸 好 好你看哦 这是即时预览的哦 这是我这边修改之后 它底下就直接跑出来哦 好你看 我是牛奶爸 有任何 的交易相关问题 它直接带进去 那如果选这个人脉经营的话 它会自动带进去这个 这两个栏位哦 看下面的 提供什么什么的相关商品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范本 这个范本等一下可以修改哦 去哪里改哦 等一下说哦 好我们选择这个人脉经营好了 因为它有两封信嘛 那确定送出 好 这样群组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群组已经设定完成了 那它这边是告诉你说 照这个顺序去操作 如果你要修改新件内容 请前往系列任务管理 你点这边就可以去系列任务管理 它点这边是教学 点一下看一下这个教学 假设你今天影片看过 我现在录的这个影片 之后你要忘记的话呢 你可以来看这个线上 线上教学辅助哦 它这边有图示告诉你 有没有 这边图示告诉你 那现在呢 你我直接录影片 你就先把影片看完就好了 好那 那 如果 我们现在去改这个系列任务管理的时候啊 你就点一下这个按钮 或者是呢 直接到任务的地方 我们之前有讲过 你进来的时候 就只要设定好群组 然后再来就是任务了 那点这个按钮 或是点这个按钮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点这个按钮 直接前往任务管理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下载 安装APP 诶 这里中老师哦 正 正老师就是 正老师就是那个 开发这套借力库软体的 的那个老师哦 他成为了为了开发这套软体成立家公司哦 所以蛮佩服他的 花了蛮多钱的 应该快一千万有了 好然后 我正在跟他讨论这里面这些功能 那 我觉得 因为其实这套软体哦 两 两年 两年多以前我就已经买了 可是我一直没有 推广哦 我两年多以前我就是经销商资格 可是我一直没有推广给 每个学员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我我以前就在卖软体 卖十几年 我知道这个软体 新出来的软体一定会很多bug 那所以我不想推 推荐给学生用 那因为两年过后 我发现现在已经蛮成熟了 所以而且那个 商周 或商周也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比较有信心去推广这套软体 然后bug也debug差不多了 所以目前比较没有bug 那之后还是会陆续续 会去修正或改进一些内容 所以我再跟他讨论很多里面的细项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使用 有意见的话 我直接可以跟我讲 我再反应给老师 那请他赶快去改 好那 这个前往系列任务管理 你点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安装这个APP了 好 那系列任务管理就会跳到这边来 那如果你不是点刚刚的按钮的话 你下次要找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任务的地方 然后选择这个系列任务管理 这个系列任务管理呢 你可以去选 刚刚我那个是BNI会议的群组嘛 然后按搜寻 它就会列出我这个任务里面 有两封信有没有 好 那这两封信呢 你可以按右边的这个 按左边这个修改 好这边有修改 按修改 等于说它范本已经帮你套好了 所以 建格 第一封呢 它是 发送邮件不发送简讯 我建议都是第一封 我会建议你发送 简讯和邮件 第一封啊 好 它这边有 建格零 第一封信不管你输入什么数字 都是名单加入之后就立刻发送出去 名单加入的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你名片拍完了 存档了 同步到云端去的 那个就叫做加入 加入借利库的这个后台 那它就会执行这一封第一封信件的发送 那第一封信件呢 呃 我会建议发送简讯和邮件 哦 对 同时发送简讯和邮件 第一封哦 我建议你要发简讯 那 要去除值 要去除值 当然你要先购买啦 你才有办法去 去除此这个简讯 啊 试用版当然就没办法了 第一 以简讯的内容 其实你可以copy一下 好 第一行 好吧 贴上去 好 他 他上面这边 会秀出 你目前输入的几个字 他跟你说 我插入代码嘛 字数统计和风数余估可能会无差 他说我需要传送两封简讯 好 数字太 诶那个字太多了 很高兴音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变数 就是音 他会带入那个变数 那 那 这个 字太多了 就把它删掉好了 直接显零就好了 然后 好 那这样他只要一封简讯嘛 OK 好 这我可以接受 一封就好了 然后底下就是他的 这个讯息 就是你 犯本的讯息嘛 那好 这样子 OK 确定送出 间隔 时间必须带零 不要理他 好 这个好 数一好了 反正第一封信不管什么数值 好 OK 确定送出 好 那第一封信就修改完了 那如果第二封信你要再修改的话 你可以再点这一个修改按钮 好 那间隔 间隔就是与前项任务比较的意思 就是说 第一封信 跟第二封信 因为这一封是第二封嘛 那我第二封要跟第一封相差三天 我就输入3 要相差十天也就输入10 比如说跟上一封信件的间隔天数就对了 好 那我第二封只要发email不发简讯 OK 好 那你看一下内容如果都OK的话 OK 你就可以 不要修改 或者是修改成你自己想要的 然后按确定送出 好 那因为我刚刚都没有修改 好 我刚刚都没有修改 所以再按返回就好了 好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当然你如果要输入第三封 第三封信的话 就按新增任务 然后任务名称 这个别人看不到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然后再继续 你可以去挑 你自己没有去做范本那就没有 因为它里面有可以自己去写好范本 那你就继续写第三封信 然后跟前一封间隔几天 譬如说我要间隔7天 每个礼拜我都让它收到一封 一年52封 让它一整年都收到信 OK 如果你有这个毅力的话 像我自己就写60封 把以前那个创业故事都把它写进去 因为我写在部落格里面 我就只要复制把它贴纸贴过来就好了 好 这样子 这样子让你的朋友 你的或者是客户潜在客户 可以持续收到你的信件 好 这个增加任务的方式就是到这边 那再怎么做手机的部分 手机的部分 现在来看手机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怎么在手机上面去安装 这两个软体 一个是名片全栏网 一个是戒律库的软体 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名片全能王 我现在是Android的手机 那如果你是iPhone的手机的话 你就去你的Apple Store 那我现在安卓手机的话 我就到Play商店 然后我去搜寻一下 名片全能王 名片 好OK找到了 名片全能王 然后请你下载这个免费版 好这免费版 安装一下 安装一下 接受 然后这个名片全能王 它安装完之后 要先 输入那个手机号码 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它确认你 你是不是那个 等于说它绑定一只手机啦 OK安装完了 然后开启一下 OK 好开启之后呢 就是要你 登录 登录 那你是第一次的话 你是第一次的话 没有账号密码 那你就按这个 快速注册好了 那我已经注册过了嘛 所以我就Key自己的 自己的手机就好了 好 登录成功了 OK 好它提示你说 默认识别英语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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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片 就是预设它会识别英文 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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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在设置中 增加识别语言 好 知道了 OK 呃 因为我这个账号之前 对 之前扫描自己的名片 少了很多张 在做测试 然后它告诉你说 有联络人表中有重复的条目 点击整理 点击 去除重复的联络人 它这个功能 好 然后呢 名片全能文已经安装完了 然后 我们再来就是 重点就是我们要安装借力库了 所以呢 好 我们再到 回到首页去 好 这个名片全能文安装完了 接下来安装借力库 商店去 然后去搜寻一下借力库 借力库 OK 借力库找到了 好 就是这个 这个logo 就是借力库的 然后点一下 安装一下 接受 看一下有没有正常的录影 哦 有 不要安装完了 结果没录到 呵 好 安装完了 接力库安装还蛮快的 因为软体没有很大 然后按开启 OK 这个是登录的帐号 就是你的email 厚 厚 那 我的email 密码 好 然后你按全球 登录 好 OK 那你会发现哦 你看你的群组 B&I会议这个群组跑出来了 那你 你假设你的后台新增 比如说我刚刚的后台啊 我群组的地方 其实我在录影前 我就已经新增好几个群组 那 在发行群组管理这边 你可以看 目前你拥有的群组有哪些 目前我B&I会议接力库推广店家名片群 巴拉巴 往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下拉按钮 你可以点一下 手机的下拉按钮 它就会出现 1234 123 B&I会议接力库推广名片群 好 这几个群组 那 这几个群组 为什么 你只会看到 1234个群组呢 最底下这个不要理他 这个是他预设的群组 这是因为我们在建立 建立群组的时候 没有建立到最后一个步骤 没有建立到最后一个步骤 等于说没有完成啊 所以没有完成的话 他这个资料只有一半 所以在这边下拉群组 这边不会出现 手机就不会出现了 好 那 我现在为什么要选这个群组呢 先看一下手机画面就好 选这个群组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我今天好先选BMI会议这个群组 那我今天要去拍名片的时候啊 我必须要在这边按拍摄名片 然后先去填一下认识原因 比如说 好 在BMI 会议 认识原因我就写BMI会议 这个就是一个变数哦 他说我们拍张名片的时候 他会套上进去哦 好 我现在来拍张我自己的名片 群组的名称 然后要记得写认识的原因 然后你才开始按这个拍摄名片 按这个拍摄名片 那这时候呢 系统就会去呼叫 名片全能王 呼叫名片全能王之后呢 他就跳出这个画面 那你就对准你的名片哦 对准你的名片 在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按一下拍照 按一下 按一下右边这个 照相机 然后拍照 好 然后拍完之后 你看他就会 这是名片全能王的功能 他就去辨识 好把它放直的 好 他就会辨识你的姓 然后名 然后你的 手机 好 工作电话 工作传真 哦 我觉得还蛮准的哦 那如果你发现 诶这个错了 你就点一下 譬如说 你点一下这个姓名 他就跳出这张图片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再修正一下 这个字是不是有错 或者是手机 是不是有错 因为这个手机很重要哦 手机很重要哦 然后 email也很重要哦 因为我们手机是为了发简讯用的 然后email是为了发电子邮件用的 所以这不能错 那你 你点一下这个email 他就跳出来名片上面写email的地方 好对照一下看对不对 很方便 那底下公司呢 他辨识就有点错误了 可是 呃 我目前是不想理他了 因为其实我要的就是 email跟他的手机 还有姓名一定要对就对了 其他的我就不care他 你确认一下你要的栏位都没有错之后 你就按这个 保存的按钮 然后他还问你说 那你要选择放在手机通讯录 还是要在 还是要在你的Google的通讯录 好啊因为 因为我自己 都把它存在Google通讯录方便 以后我手机要换掉的时候 我的通讯录不会搞丢 我都存在云端Google 所以我就 选Google 好 然后你要设预设值吗 好我设预设值 按下保存之后呢 系统会自动跳回这个借力库的画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名片全能王拍完之后 他的那些栏位啊 名片里面的栏位啊 我们会把它存到借力库的云端 系统去 云端的系统资料库去 那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个资料去 发送跟进信件 或者是跟进的简讯 那你必须去 对照一下他填进来的 栏位是不是正确 那你这边 检查一下填进来的栏位是不是正确 尤其是这个姓名称位 然后手机号码 还有email很重要 那最下面你会看到认识原因有没有 BI会议 就是你刚才在拍名片之前填写的 这个就是认识原因 然后你就按储存 好储存之后呢 最后有个步骤他就会告诉你说 那你要发送简讯 你马上哦 立刻哦 你要发送简讯还是要发送邮件 或是简讯和邮件 但第一封我都会建议你按这个 简讯和邮件同时发送 那这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 他就会出现说 哎我要给刘方怡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已经存到你的手机通讯录里面去了 然后呢 你看他简讯内容自动跑出来了哦 很高兴因BNI会议能够与您结识 那这是我自己嘛 我自己某某某的主要专长是提供 网络行销的技术教学的相关商品与服务 有没有 好 这个文字就是在 就是在范本里面 就是在我们后台那时候设定的嘛 所以他就自动跑出来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传送 好 这时候信息就马上发出去 给对方了 那你再回去 你在返回的时候啊 他 第二个就是 你的邮件的部分 好撰写邮件 好你会发现刚简讯发完之后 你在返回的时候啊 他又会出现这个信件 好信件的内容呢 你看他 他收件则自动填进去 然后 阻止我写很高兴 INBI会议 有没有 这就是那个变数嘛 认识原因的变数 有机会认识 刘胖宇老师啊 我是刘胖宇老师啊 啪啪啪啪啪啪 好 然后这是内文啊 你看他会写很高兴 因什么什么什么 欲 谁谁谁 认识 然后 这是我自己 专长是提供 网路行销技术教学 有没有 好 这是自己的签名档 好 自己的签名档 那 这底下会带 底下这边 你目前看不到 他是一个变数 他会带你那个签名档 的内容 好 然后你就可以 从手机直接按发送 我就直接发送出去了 正在传送邮件 OK 所以呢 你之后啊 你就可以直接用拍摄名片的方式 去 把这个资料填进去 然后按发送 第一封就发送出去了 那体验版的话 第一封发送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都是从你的手机 简讯跟手机的email 部分去发送的 那如果你是正式版的话 他可以从云端 就之后的跟进信件 每隔三天 每隔五天 他自动发出去 那假设说 你 不想要这样一张一张去拍摄 你觉得好麻烦 一张一张去拍摄 那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我先返回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 你可以先用你的 手机的照相功能 先把名片全部拍起来 我先把我的照相功能打开 那 比如说 好我照相功能 我先去拍 好 把照相照起来 那你可以 先去拍很多张 名片起来 好 先回去 上一步 然后再开启这个借力库 好 借力库 软体 我再开启这个借力库 软体 之前登录过他就 重新自动登录 然后我就可以去选单张名片 然后选我的相片集 好 那我可以去选我 我之前用拍照官能拍的名片 然后点一下 选取这张照片 好 他一样会去启动名片全能网 然后去辨识这张照片 好 他在跑了 好了 他辨识完成了 好 确认一下一样 确认一下栏位是不是都对 好 如果栏位都对的话呢 OK 那我就按这个储存按钮 右上角储存按钮 他去保存 好 然后程序就跟刚刚都一样了 那 假设说我今天呢 那我不想要用拍照的方式 我可以直接输入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就在这个名片输入的地方 直接按这个名片输入 他就跑出这个栏位 有没有 那这个栏位等于说 他跳过了 跳过了拍照的过程 那你就可以自己来输入就可以了 自己来输入也可以 那另外一种呢 手机发信 手机发信这个功能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开放 他主要目的是说 假设你有未发送的信件 譬如说我们排成三天五天十天之后的发的信件 你可以按下载带发送的邮件 他就会帮你暂存在手机里面 那一到时间的时候他就提醒你 你手机你就要按这个发送邮件 他主要目的就是说 今天因为借力库都提供你一万封的 的那个发送 免费发送的信件 那假设你不想要动用那一万封 或者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 你想要让信件的抵达率更高的时候 那你就用自己手机里面 譬如说我是设定Gmail去发信 我就用我手机的Gmail直接去发信 那抵达率可能会更高 那我就用这个功能 那目前这个功能还在设计中 还没有开放 那你主要就是用左边拍摄名片 还有选单张名片 还有名片输入的方式 去发送你的Email 跟你的那个简讯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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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